美南报业电视集团董事长李卫华先生深耕媒体四十余载 积极为少数族裔发声,关注国际和社区大事 接下来请看我见我闻我思,心碎心希望 庚子鼠年带来全球灾难 我们总算就要送走令人失望痛心悲痛的2020年 今年元月26日,当我们在美南新闻广场前 结束了第23届农历新年游园会之后 这场人类历史上近百年来的新冠病毒 开始从中国大陆席卷全球 在美利坚共和国的大地上 黑人弗罗拉在白人膝盖下哀嚎 和我们无法呼吸的求救声震撼了全世界 全球主要大城市以群集示威支援美国警察的暴行 全美各地之群众大会部分 也成为了歹徒们抢劫纵火的失控场面 川普总统准备用军队镇压 但遭到了国防部长拒绝 川普指控这些极左派的暴行都是民主党纵容他们 并有人主张大检警察局预算 在西雅图市中心更有人划地为营成立自治区 在全国治安败坏民心动荡之时刻 美国总统大选正是如火如荼推进中 民主党拜登与川普之政见可谓南辕北辙 民主党高呼伸张民权 救济平民 共和党要治安第一 法律至上 双方在50周开始政治厮杀 新冠疫情之魔手伸到社区每一角落 情势越来越险恶 每天各大媒体及社区新闻铺天盖地的为候选人吹捧 强势的川普总统不顾疫情之蔓延 以空军一号专机为背景在全国各地开群众大会 也在白宫大法官提名大会上不戴口罩 不幸的是川普夫妇及20位白宫高官都确诊了 总统进了医院 戏剧性的他很快痊愈出院 还在医院前的大陆上向支持者挥手致意 这位意志顽强的世界上最有权力的政治人物 继续在全国各地奔波 希望保住白宫宝座 不幸的是 他在11月3日的大选中败北了 不过他至今还不愿认输 他始终认为民主党在做票 这场美国有史以来的政治大戏终会落幕 我们送走了恐怖恶心悲伤的一年 不论疫情发展如何 和病毒之争战不会休止 我们最终还是会胜利的 我们最终还是会胜利的